- 萬分歡迎大家來到InstagardHK的YouTube Channel,我是Justin 又看我們上個星期講的Jaguar E-Type的朋友 今天這集就是Part 2我們的Jaguar Review Jaguar E-Type 在美國市場上當年就非常受歡迎 而美國人對一架E-Type的鍾情 其實從Ford九幾年的時候買了Jaguar 沒多久就很快顯示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Ford一買了Jaguar之後 他們很快就出了一架X100 Series 什麼是X100 Series呢? 就是今天這架1998年的XKR X100 Series呢 就是講到明是一個Tribute to the E-Type 它是1996年至2006年的一個production period 而當初1996年初出的時候就是一架XK8 XK8就是用一個4000cc的V8引擎 去到1998年就出了我們今天這架XKR 那什麼叫XKR呢? 就是其實它是用之前XK8的引擎 但是加了Supercharger 所以引擎就提升至400匹 到今時今日的水準這架車都不慢 那怎樣看個分別 XK8和XKR呢? 主要是有兩個分別 一就是XK8用這套大一點漂亮一點的引擎 第二就是XK8會有這兩個散熱Vent 就是用Supercharger去散熱的 這架車的Supercharger呢 是跟Ford當時的Pickup Truck F150SVT Lightning是同一個Supercharger unit 因為這架車是Ford擁有Jaguar那時候出的 那如果熟悉Pickup Truck的朋友 就應該知道Ford F150SVT Lightning 是當時Pickup Truck的一哥 那如果熟悉這個年代的車的人 就應該看得出這架車的樣子 跟上當年同期的Aston Martin DB7 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呢? 因為Aston Martin那時候都是由Ford擁有 那這架XK8和DB7 其實的platform都是用Jaguar XJS的 Jaguar出到1996年 那雖然它的platform 是一個這麼舊式七幾年的platform 但其實這架車的design 就是全身由頭再design過 那其實這架車的design 那些designer是design了一個殼 design了一個外形 才製造裡面的機械東西 那這個是不多見 通常都是個殼遷就機械東西 不是反轉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年代那些designer 都還有多些freedom 去design一架車的樣子和外形 那剛才有提過 美國的汽車法律規例 就有令到很多limitation 給designer 那幸好這架車雖然都30年 就是比較E-type之後 但幸好它都避到某一方面的 新的美國更加嚴厲的汽車法例 兩樣東西 例如 它這個車頭是更可以貶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1999年2000年打後 那個美國法例就出了一條叫Pedestrian Law 就是那個車頭蓋和引擎之間 要有三寸空間 那這架就沒有 所以它還可以低一點 為什麼要有三寸空間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不幸撞到一個行人 那個行人的頭撞起來 你的車頭蓋的時候 他希望那三寸空間有些虛位 不用一撞 就到引擎的硬件就會重傷一點 所以其實你見現在的車 例如那些599 Ferrari 599 F12那些 整家一邊拱很多 種很多 大架很多 就是因為這些規例 那這架呢 就好在都是避了 另外一個不同的東西呢 就是你見這個玻璃 擋風玻璃呢 是很斜很低的 令到整架車的Profer 可以貶一點、低一點、漂亮一點 這個也是因為它避了 2000年打後的那些 美國汽車規例 就是因為 2000年打後的那些 美國就有些規例就是 為了保障一些 不帶安全帶的司機和乘客 如果它撞車的時候 不想它一撞就撞到這麼低的位置 現在那些車的擋風玻璃 又要高一點和前一點 就做不到這個 這麼扁的圖和形狀 所以這架車幸好就避了 更加嚴厲的 美國汽車法律和規例 所以也是一個絕種車 其實呢 好老實說 這架X100系列 初初出的時候 我就不是覺得它太特別 或者太漂亮 但是這幾年 它有這麼一年多 看回 我又開始欣賞到它的美感 開始欣賞到它的線條尾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些車它初初新出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特別 甚至乎覺得它不漂亮 但到它老了些之後 有這麼一年多 就好像一架漂亮的紅酒 你看回就有些味道 有些漂亮 我不知道觀眾對這架XKR 是不是有一個同感 坐到這架XKR 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先說 我是感受到 就是冷氣 終於有冷氣 我之前拍幾輛老爺車 都是沒有冷氣 所以拍摩摩登卡 經常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很強勁的 很舒服的 第二件事 就是你坐到這架車 當然它跟E-Type很不同 因為它年輕三十多年 但其實整個感覺 都已經不是E-Type 那時候的一架sports car road 這架其實已經是一架 明乎其實的grand tour 你看裡面很luxurious 很多皮 很多漂亮的木 車頭這裡 那些靈靈的木 那些很漂亮的dial 那整架車的感覺 已經是非常之不錯 這架一定是一架GT車 另外去看 其實剛才說外面的車 是很扁 很線條的設計 裡面都感覺到 那個head room 我不是高到頂騰 但head room 都感覺到是低 但那個possibility 各樣東西是很高的 尾玻璃 雖然尾玻璃也很低 但絕對看得透 車頭的高峰玻璃也很高 那… 無謂多說 浪費了一吋 看看 400分的supercharger 很厲害 XF100 Series的車 只是出過自動波 而它是用Jaguar的J型 自動波箱 即是… P至D是在裡面 然後你拖個波 然後你會去左邊再推上去 這個是Jaguar的導遊 這輛車駕起來 已經感覺到很舒服 很舒服 很鮮 很豐富的車 第二就是 我進那個波箱 就是用手指 波箱那個是… 自動波車當然是自動波車 但是… 也不算是很難入 很少自動波車或是很難入 但是它這個其實是很舒服 小小的力量就能入到那個波 這個是… 第一樣差的了解 波箱 非常順 自動波 我想它是傳統自動波車 這輛其實是一輛98年 即是第一代的XKR 即是第一代的supercharger 大概是99年 這輛車其實… 挺罕有 它是零手車 即是車主買了一年 但它是賣分了零手車 零手車不僅 這輛車是由98年到 這輛車主買的 都是全原廠Service Record Jaguar在香港 這些年份的車有FullFactory Service Record 非常之難 現在我進入N-Ball 真的一陣子很少 還在這裡 引擎就靜的 當然那個V8聲也會聽到 如果D-Ball停在這裡 就感覺到有少少震 但入了N-Ball 這輛是一輛四座位的Grand Tour車 但其實看車尾 就不太多位 所以如果買 你可能給一些 八歲以下的小孩子坐就OK 大一點的小孩子 都應該不會訴你 跟爸爸或媽媽坐 這輛四座位車出街 雖然是九幾年的車 但都已經有很多電子 例如這個電動台幅 全電動 這輛跟我之前提供自己的328 一樣 就是它都是用Fly-off Hand 就是拔了上面之後 它可以下房 其實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輛和328都是 就是那個Handbrake 不是在中間 Centive console 而是在門邊 所以如果你用傳統Handbrake 拉上來不下 你上車就有機會卡 所以它就有Fly-off 就是放的時候 你要拉它 再拉高一點 然後放 才放 Handbrake也要多用力 像我沒有想法 終於我們就來 因為我有點直路 看看這副Super Charge的Fly-off Handbrake 它的聲音都是不像美國的Muscle Car 那些V-off Handbrake 至於力 它是沒有力好 但它是來得很順暢 不是說一去就彈一聲 那樣 Handbrake 你最初踏 就會聽到Swing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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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之後就沒有了 亦都不是很彈的聲 就是這樣 轉彎的Rolling 就不是太差 也挺的 當然它不是硬的避震 它也是很舒適的避震 那 OK 會覺得說 好像 在轉彎的頭 基本上 踏去左邊 就比較好 剛才有跟大家說過 X-100那時候推出 是為了做一個Tribute 對一架E-Type 但你如果就這樣看 X-KR 始終差三十多年 它就不是很明顯 是跟一架E-Type的設計 但當我們今天兩架拍在一起 它們兩架的相似程度 就高很多 第一 就是車型 形狀兩架都是扁扁低低 以及長車頭、短車尾 第二 就是那個X-KR的車頭 它兩盞頭燈都是細細圓圓 而那個位置 跟X-Type的頭燈都是非常相似 然後 鬼面罩 形狀基本上是跟足E-Type 最後 和最明顯的部分 就是車頭感 X-KR和E-Type 都是一樣 設計是中間拱起 旁邊落 以及兩邊 都有它散氣的Vent 兩架拍在一起 就無可否認 X-100 即是一架Tribute 至一架E-Type 我希望大家今天享受這段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 麻煩給我like和subscribe 我們遲些會有更多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Thank you